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第二步呢 当你越过了这个的时候 有一个很难的 就是在那有宗教的 相信上帝的人里面呢 我们又要区分法利赛人和相信神基督恩典的人 刚才我们读到的罗马书里面说 我们又要区分了一个叫做立功之法 一个叫做信主之法 这个的区分呢 对于很多的基督徒来讲 甚至都要经历相当漫长的时间 他们误以为自己已经信了耶稣了 不过他们常常还是活在那立功之法当中 他们认为自己是一个有宗教的人呢 但是他们不过呢 是一个反赛人 当主耶稣基督在福音书里面 他来到以色列他的百姓当中的时候 你会发现他要做的主要的那个区分 其实是这个层面上的区分 对吧 那是因为在那个时代基本上没有无神论者 所以在那个时代的以色列里面呢 主要是用那立功之法的 有宗教的 信上帝的人 我们称他们叫做法利赛人 那还有呢 是真正来信靠耶稣的 很奇怪哦 耶稣是被谁定死在神的架上呢 耶稣是被那些用立功之法来相信上帝的人 定死在十字架上的 所以呢 这个立功之法和这一个信主之法 他们之间的尖锐的冲突 他们之间的非此即彼 甚至比那有信仰跟无信仰的人的区别 都还有大 好 那当我们终于来理解 我们终于来明白说 立功之法跟信主之法 到底有什么区别 就是这里讲的 你们得救呢 是本乎 恩又因着信 所以呢 我常常就是用八个字来表达 这样的一个福音的信仰 叫做赖恩得救 借信称义 这不是什么 出于你们自己 对吧 这是神所赐的 这个这呢 就是一个子带 它其实是指带前面的整个一句话 就是本乎恩 因着信 它构成了一个呢 完整的信仰 好 那你说 那这样就叫做新耶稣 对不对 那为什么你说还有第三步呢 因为第三步呢 也是今天早晨我刚想到的 今天早晨呢 我起来 我读到这个 这个提姆堪尔公司呢 他每天早晨 要发一句话 我就看到他今天早晨 发了一句话 大概是这个意思 说最快速的成为法利赛人的方法 就是恨法利赛人 我发现说这还有第三步 当我开始区分出来 什么是立功之法 什么是信主之法 区分出来法利赛人 这个跟这个信耶稣恩典福音 恩典的这一个教训的人 我区分开来了 我发现这样 我就开始恨上法利赛人了 所以他说 成为法利赛人的好方法 就是恨法利赛人